為了救大仙, 為了幫振文 天罡之前一定要寫好 那不如我幫你寫一些 這些符一定要我寫先靈 大仙這次因為我受了不少苦 我一定要做點事, 當是我還給他 他因為你受苦? 你們倆經歷了很多事嗎? 人與人之間, 因緣而生, 因緣而滅 有很多事, 不是三言兩語就說得清楚 原來你跟他有冤緣 就正如像我和你那樣 雖然我們倆素未謀面 但不知道為何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就應有一種刺塵相識的感覺 很有趣, 解釋不到 對了,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你 說仙女獻獸圖的時候 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動 雖然眼淚不知不覺地流下來了 對了, 雷大哥 你對上一次流眼淚是何時? 太久忘了 不過如果有朝一日 我可以用我的真誠去感化它 我相信我也會開心得流眼淚 你要感化的人是誰? 天要你知道, 遲早也會知道 我雖然相信天意 但我不願意接受冥冥中的安排 只要有決心 我認為有些事是可以爭取的 衣食除緣, 自然快樂 塵世間萬物的事都離不開恩果 只要恩緣成素, 自然受水道渠成 一切順應天意, 無需強求 自然就會開心快樂 對了, 雷大哥 雷大哥, 這些符石是可以幫大仙的 可以 我今天召集大家來這裡 想問大家, 還信不信呂祖大仙? 那當然相信大仙, 大仙這麼幫助我們 是的, 呂祖大仙是我救命恩人 信… 信大仙… 既然大家這麼信大仙 大仙一定會繼續幫大家 發解這個大金元的憂慮 大仙被人抓回警局了 怎麼幫我們呢? 這個叫代代平安符 是大仙親手畫的 大家可以來呂祖廟 將大金元以一換一 換這個代代平安符 代代平安符可以幫大家保平安 逢空化吉 還有, 大家可以拿這個代代平安符 來換銀元, 也可以 好, 這樣就好了 那就是我們有些大金元 可以在呂祖廟變相換銀元 真的嗎? 沒錯, 為了避免大家爭鮮恐後 我們將會以生肖來計算 每七天一個生肖 虎、套、龍、蛇、馬, 如此類推 總之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這裡有足夠的銀元 去給大家換代代平安符 一個大金元換一個大仙家賜過的平安符 是值得的 即使你們呂祖廟願意承擔所有兌換 大金元的能源 終於回到這裡 大師, 我進去切飯後果給你吃 好, 謝謝年輕人 還是說話聰明, 懂得找辛苦幫忙 間接掛了新鎮長兩巴 新鎮長和金爺弄得那麼僵 我那些好姐妹又為了換大金元 弄得受傷 我又怎麼好意思再做新公公的契女 我怕這些事跟他們說不再上契 讓他們兩個老人家知道這件事 代代平安符只是用來拖著這件事 讓大家有時間喘息 你還好說, 你在這裡自把自為 搞什麼代代平安符 你是不是要我做擔保人 承擔大金元的所有數目 萬一金爺朗你上來不付錢 我買了整間女祖廟都不行了 我們之前代了這麼多香油錢 現在你善信有事, 我們也應該幫他 女祖廟都要經營, 要達到收支平衡 這樣才能長久, 這是經營之道 道人向善才是經營之道 雪花姑娘, 你評下你了 好了…你們兩個都各有道理了, 行嗎 大師, 飯後果準備好了 你進來來投勝吧 好, 你快點想想 如果金爺不結帳, 你怎麼辦 你是大師, 你才有辦法 denn你不停的, 你不要再找我 我又不停的, 你不要再找你 你買我 當然了 我也沒有辦法 你應該不會絕對的話 你不覺得的話 不太快 你覺得德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爺, 你送个班纸给我是什么意思? 大仙出面帮我搞了个代代平安符 帮我以赴来换大金元 让我足够时间, 筹钱回来应付这个兑换危机 所以就一番心意送给大仙你 这么客气啊, 金爺 你平时已经添了这么多香油钱 又说会出钱装修这里 又会出钱, 我打造金身 你有难, 我怎么会不帮你 已经照大师的吩咐准备好了 你看没什么问题 字画卖两元, 符卖一元 筷子和碗碟一样, 卖三元吧 快点收拾个摊当 知道, 大仙 这些纪念品, 你不是免费送给善信吗 还好说, 就是帮金爺兑换大金元 就用了那些香油钱了 现在他不肯还钱, 不认负 这里是妙语, 你不要下降钱了 正所谓, 钱财如分土 得时勿起, 失时莫悲 大师 新镇长, 是不是我又犯了什么事 要你过来亲自抓我吗 不是, 我今天来 特意向大仙你陪过不是 我回去细心想过 我确实有点魯莽 造成振民的不便 另外, 我想和大仙你说清楚 我其实只是想借大仙你一用 并不是有心针对大仙你 这个我早就知道 既然你今天专程过来道歉 我大仙不记小人过, 既往不咎 这些是免费送给善讯的纪念品 代表了价钱的 我的意思是 善讯签完香油之后 附送给他们的礼物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记账 然后纏税 一分一毫都不会少 你们说买了符 可以保人一家平安 如果人们因为迷信而买这些符 那算不算贩卖迷信呢 那如果这些符 是真正的女祖大仙亲手画的 那它一定能够补到平安 那就不算贩卖迷信 最多都是叫贩卖平安 那一元几毫买个平安 也不算贵 应该是物超所值 深圳奖, 幸好 雪花姑娘, 你去哪? 你现在看TVB USA官方频道 不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 这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次再次买给你 你 就在这边 en 你